我现在是在牡丹之城 山东河泽 刚刚到了这里 前方就是河泽火车站 它这边也是一个交界之处啊 与河南 江苏 安徽都是交界的 火车站这边的山叶氛围还是挺浓的 出站之后啊 很多的这些特色美食 尤其是羊肉牛肉汤 火车站这边还是有很多旅馆的 独立位于40块钱 那边也是各种宾馆 宾馆确实特别多啊 普通房 单人间 而且还有各种美食 肉酱膊烧口这些 尤其是这个上线羊肉汤 满大街 它这个街边的绿化确实很好 河泽是一座幸福港爆棚的城市 这里物价清明 房价也是比较的低 尤其是近些年河泽的发展真的是让大家有目共睹 从山东省的排名垫底 到中山东水平 确实上来算是一匹巨大的黑马 目前河泽市的人口已经有1000万人左右了 也是中国的百强地基市 尤其是近些年河泽的交通地位啊 确实是占到了整个山东省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一个城市的地位有所提高 那么这个城市的整体综合水平 它肯定会有所提高 咱们走在这个路上就能明显感觉到 它这个城市非常的具有风放 高楼林立 你事好想象不到 它是一个三线城市 未来河泽的发展呢 是更加值得期待的 街头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非常的繁华 地面看不见任何的垃圾 道路也是规划的非常的好 河泽是一座年轻的地基市 咱们看这个火车站的历史也不是特别悠久 它是始建于1978年 虽然咱们目前看河泽火车站非常的大气 也是整个鲁西兰地区的最大的一个火车站 但是大家要知道在1978年之前呢 如果河泽人要想坐火车 得要跑到距离100公里之外的山丘火车站 去坐火车 所以河泽火车站绝对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这个多少钱 这个煮只要给你58 58 做到什么时候 你煮的从现在 明天早上7点钟 啊 就这样子 有卫生间吗 有 这个68 就是没有窗户 在床里都是78 8是8 给你这样偏移 这样的偏移 这个带床 这个 好 住宿是搞定的 就在这附近 感觉他们这边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基本上这个单间也就40块钱吧 带兜里卫生间的也有4050的 而且环境也还不错 我住的那一个呢 就是45代卫生间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住的那儿 对 这个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有点 有点 就是 我们就在这边